歡迎今晚的動態無傷 我是主持雪梨 野人者 亂入的Alex 我是廖里 喜歡喝可樂的Sero 包子 不知為何來了阿星宴 多謝我 有空來坐喝茶的河馬仔 上集我們講完這個卡片 有你的道獨的歷史 其實今集開始 我們會以上集所講的知名的卡遊戲為主題 開始就是每一集的內容 今集首先要講的就是遊戲王 2003年開播 這個不是1999年開播 不是1998年 正式是1996年 嚴格來說 Bandai那一代 其實並不算是集換式遊戲牌 因為其實它只不過是把 遊戲王漫畫裏面的一些內容 把一張卡圓圓滿滿地 割出來變成一張萬面卡的形式 讓你去抽 之後去到2000年 正式被CORROMI做了這個卡遊戲 中間還有一個 出這個Gameboy DM1 出了十張 好像十張 有好像能打的卡 Bandai出的 但是 其實好像Bandai 我那時候聽到 Bandai 就覺得不賺錢 好像是 它好像是虧了錢 總之 他們就不知道這個遊戲王的這麼大全力 因為遊戲王已經破了見力是世界大全 2009年的時候已經創了全紀錄 接近255億張 對 今年的大約4月的時候 亦都再破了一次紀錄 已經去到250億萬張 250億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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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 對 對 對 Bandai 那些年代的卡 其實我都抽齊了 我還有一些特別的卡 什麼藍玩三個鎖鏈 連著一起的 那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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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成本挺高的 因為它那時候做過卡片 其實 很大張巧 我看錯的話 你應該說它是中於漫畫裡面的原作 剛才所說 所有東西都是 無論是圖的構圖 我都覺得其實 你是不是不用畫 其實 你應該說 你是不是不用再重畫 其實是 就是 基本上它拿了漫畫 然後上色 就有人在卡面上 那張卡 就是出了三代 三代之後 就買了給Colami 然後就把這個版權 Colami那邊 再去負責 就重新出裡面的卡 是啊 那Colami那邊 那裡 我先 我先申報 我玩了之後 三代之後 我就放棄了遊戲王 我是比較中期 我是204年左右 第三期左右才進來玩的 剛剛是剛剛開始 比較 C Starter 開始有一個主題性的 好像恐龍族 魔法治族 那一期左右 我才進來玩的 那 其他玩家 也是 什麼情況呢 我其實也是 近期才開始玩遊戲王 其實 雖然我參加了幾次比賽 其實我玩遊戲王的資歷 是未夠一年 我是比較中期那些 05-07年 玩完中途放棄的 對 我就忘記了幾年開始 我只知道 那時候動畫 在製造GX 那我就被動畫帶了去玩 那 我就 第四代開始玩的 那時候 我還有得買 遊戲王第一個 開始的 有比較浪漫白王的 樂女的 送了GIN 這麼大盒的 然後 之後就玩玩玩 玩了一段時間 又獲得冠軍 然後 然後 是獲得B 玩玩 玩玩一下 就可以獲得冠軍 順便獲得冠軍 對 因為 我們那時候 開了一個網站 叫雜卡蛇 就認識了很多人 就 叫做 在香港的卡遊戲 都留了一些腳印 之後 之後 我就轉了去畫同仁 就開始 而且 出來工作 覺得 玩卡太浪費時間了 就 叫做 曾經光輝過 算了 這句話不行 不要亂說 光輝 不要亂說 在這個 其實我最近玩的 就是 剛剛出八框 那些叫什麼 超量怪獸 是同步 是同步 應該第五 第六期 第六期 一出我就沒有玩 但我繼續上網有玩的 跟著要知道剛剛出了超量 我又玩回 不過我現在有決定又不玩了 我都會繼續上網玩 其實應該說 大部分很多時的卡片遊戲玩家 其實當他 真的開始有興趣 願意踏入這個火坑裡面的時候 大多數他都會在火坑裡面陪伴 他踏了出去 但他繼續看著火坑裡面的情況 然後一有什麼情況之後 就說 好像跳回去去玩 或者當有一些朋友 還在這裡繼續玩 那些半虛半龍之下 你又會踏回半隻腳 即是好像毒虛毒粉一樣 其實這個是一個 來落的落語 意思是 往地獄無底的心頭 而且其實很多你說玩家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好像聖業夢去這樣 就是說 到出來做事的時候 都可能會離開 或者是由職業玩家 變回做休閒玩家 其實對他們來說 成為了一個興趣 並不是說一些目標 最後就會 不過我想問 大家每個月大概要花多少錢 這個問題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這個問題很危險 例如幾張紅衣魚 或者幾張金牛 你日計還是月計 可不可以每季計 我想這台遊戲王的 銷量可能會好些 因為政府給你錢買 就可以分不同時代 那這樣就沒有那麼緊 因為呢 開頭出逸王 這些卡就很貴 例如說 以前 未有限制list 未有制限卡 例如說 你負責三支落雷 三支月無數 還有什麼 不知道什麼 總之什麼都三 三支強壺 三支強壺 三支天師 那時候呢 那些卡是貴到飛起的 那些卡不是給我們玩 那是給大家玩的 那時候 因為頭三代那時候 我有接觸那時候 有玩開 那時候 他那時候整個比賽規則 都不太成熟 只是很簡單的攻防 未完善 未完善 力強者勝 我應該說 淺強者勝 好像之前那集這樣說 就是擺一隻藍眼白龍 你已經開頭 我只是擺一張金牛 現在說 我金牛啊 現在 你賺我錢多嗎 我一定要說回 第一屆 這個香港人貫軍 這個 譚爾綠先生 這個開創 宿規這個名詞 哈哈哈哈 一定會知道 宿規是什麼 可以大約說一說 對 因為那時候 遊戲王 全都會用日文 每個人都不知道 還有這些規則寫得很簡單 就是人食寵 破壞怪獸一隻 哪裏 手牌 場上 不說的 破壞怪獸一隻 總之那些卡的名字 那些校圍寫得很醜 結果就會變成有一個 鄉村各處例 以前 如果你剛剛玩 霓王 就會 經常有個情況 就是 張卡不是這樣用 不是喔 我們那邊是這樣玩的 所以 那時候就會有個情況 就是 你明明 張卡不是這樣用 你這麼操 用另一個效果去行 這個行為 我就叫做縮規 我聽一點叫做足技術 我是normally 在大隊玩卡遊戲 我們這就稱為規則殺 總之 我爭得贏 規則他這樣寫 因為通常 大部分的 以前規則 都是說 規則他這樣寫 以卡的規則為正確 除非賽規又寫明 以賽規為正確 但大體上 都是以卡上面的內容為正確 所以 如果你解得空的話 硬來 解得空 而你又吐大聲的話 通常你都可以 照你的解法 去令到 將卡成為你的解法的功用 不過遊戲王 你不要說 原來已經有七種語言 中一 英韓 德法 拉丁文 應該會不會有這麼多問題 可能日文較為成功 因為這樣出現問題 如何解釋 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多語言 那時候只有日文 還有沒有裁判 什麼都沒有 你出到街上 就全部是House rule 其實大家都吐大聲 但是依然有比賽 以前的比賽很厲害 最重要是會展上台打 對 差了 我真的沒見過 海忌 真人 沒有那些 鴿仔投影系統 最近出了 其實頭三代 可以說是非常粗糙 而且錢 真的很大 然後 一開始就很貴 真的很貴 幾百元 幾百元 你沒有錢 就是玩不起的 那時候真的 要再說 窮人怎麼玩 就一定要學會 怎麼起閃 一包 一盒卡 動起它 看那些卡 手感 就要摸一摸 所謂的packing 好像說 BOOSER中間那一套 中間那幾包 這些不科學 這些是要靠手感的 當年 這些是迷信 有很多科學方法 當然有眼力看 當然 當時江湖流傳 他們入卡 是有一個公式的方法 那邊入卡 那個盒裡面 是一個公式的方法 通常 如果你跟雙屬老闆熟 大體上 錢都會留在你那裡 對 所以 成為一個出色的遊玩家 跟卡譜的 沒有關係 是一個基本條件來的 對 沒錯 這件事 由萬面卡年代開始 都已經是 由我們當年的照卡 任何等等 等等 怎樣創卡 全部都是這些 所謂的灰色地帶 出了兩張白卡 之後就是閃 那些 對 然後 之後 怎樣 由於卡開始 沒那麼值錢 平民化 就出了 Starter Box EX 最基本的 心變 黑洞 全部都扔進去 突然間 基本的卡就便宜了 因為流通量高了 對 然後 還有 應該有好幾段時間 直到開闢 之後 很長時間 開闢大龍 那段時間 那些刀是千篇一律的 最厲害的那副 永遠都是那樣的 還有那些卡 一副的四十張 又二十張一樣 永遠都是強烏天獅師 雙之樂魔 強烏翻兵 這些膽卡 裡面每副的刀有二十張 那時候 那些 Magic Player 就很看不起魏王 就說 你每個的卡都是一樣 有沒有好玩呢 那其實歌詞真的是悶悶的 因為其實你說 始終卡遊戲那裡 其實最主要是考的是 所謂的 玩家去怎樣思考 自己 適合自己的卡組 就不是說 抄別人的卡組 其實是 因為尤其是現在網上 資訊流通 哪一個冠軍賽 突然之間贏了的話 你突然之間 在市面上 就見到很多 同一款的卡組 這個就是抄Z的文化 這個很正常的 這個全世界都有的 那問題是 因為歌詞那些 那些大限卡太優質了 即是你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S級戰力 你沒得不下 那你成本的四十支 就有二十支 自動洩了他們 那那個變化就低了 所以結果這二十幾張卡 最後全部都坐在牢了 就出現這個情況了 那我覺得 你說Colami那邊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正常 即是對他來說 他這個是一個 長久營運的一盤生意 他沒有理由 給二十張卡 這樣去 限制住 限制住自己的出路 而且賽制都忘記了 我沒有記錯 就是由那一期 開始 五星卡要開始 要犧牲召喚 不是一開始就要 不是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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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一個叫Expert Rule 應該是很早的 其實第二期已經有了 第二期才開始有 EX 就是Starter Box EX 基本上就不會有 第一彎就放一隻藍白露 在桌面的情況 開始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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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講的 開頭的卡 每個都成幾百元幾百元 那時候 每個三支藍 上台 惡魔之苦 然後不知道 什麼 始終在卡方面 其實它真是新手 初歌 因為那時候沒有一隻 很完善的系統 每個遊戲都在演訊 這隻Pokemon 嚴格來說 真是過分用 其實都不是正式 其實是想去一個 在GCG裡面 去發展的一個遊戲 其實那一邊 要向這邊發展 沒有可否認 卡方面 它一定是需要 全面去調整 然後 因為剛才我講的 那些卡 減卡 逐步被人 開始要玩主題 例如 開始玩 什麼 光度 什麼黑暗武裝 我覺得 我覺得 那時候 我怎麼說呢 因為覺得 不死 或者 應該是ehero 對 開始那時候 那些主題卡 就可以值錢 例如 現在 超融合不值錢 現在超值 超級值錢 但是我想問 其實它 這個系列出的那時候 其實是否跟動畫 互相關聯 一起推出 對 GX 那時候 Ehero 即是同期 果拉米 就出Ehero系列的 實力卡 它先動畫 出了 一段 小時間 之後 他就出一個 booster 就出 快樂裡面的卡 很合理 很合理的銷售模式 是 那些人一定 還有 好像每年都會有一次的starter 就會是關於主角 本身那副卡組的情況 對 因為以前的starter 就叫什麼 遊戲篇 海馬篇 城之內篇 然後出了原本的主角卡 那些主角卡組 但是 搞了搞了搞了 可能他已經沒有貨 沒有那麼多說服 還有他想 改了一些模式 去出遊戲pack 即其他pack 那些starter 就開始變成主題 即是 跟回Magic 或者其他卡遊戲 以一個主題為核心 什麼魔法師 龍族 不死 金黑界 甚至去玩卡名的主題性 即好像 機甲 龍猛 等等 其實卡名這件事 JX開始 對 但其實 你說這件事 始終 Colami那邊 要有一個本質 其實要做這些 前提 其中一件事 就是 他累積了一定的卡種類數量 始終就是 沒有可能一開始 整個系列 我就出一千張卡 出來 這件事 那些叫做智國墳墓 那些最多是叫做 那通常 他都是百多張 至二百張作用 他為一個系列 這樣去出 他是要經營了幾個系列 他才可以出到 所謂的種族 主題 類型的卡組出來 都算是 幾正路的做法 在他的銷售模式方面 我覺得都會是 是的 其實遊戲王是一樣的 很有趣 即使我一段時間沒有玩 看一些卡 例如舉例 哪張號 六母中 六母中 增援更好 增援更好 增援有個戰士隊長 切都隊長 切都隊長 他不只是增援這張卡出現 他還有很多奇怪的卡 我身作盾 他只是一個卡的樣子 他不是一個種族 有什麼都不是 但是他會 你經常很親切的見到 他又會再次出現 因為他代表了戰士族 是的 戰士族 基本上一講 就知道他的樣子 是的 成千上萬 都真的很多這些 很有趣的東西 你可以在一些卡的圖上 你看到那些圖 會很有親切感 尤其王其實是經歷了幾多次改規則 因為其實 始終他卡越來越多之後 其實規則上 他都會有一些大的轉變更新 我記憶中 尤其王是否經歷過兩至三次大的規則的改變 第一次應該是召喚規則 第一次是山際召喚那時 是的 然後第二次就是 就文速度 連鎖 連鎖 然後第三 第四次就是同步和超量 最新 其實他又不是很大的 但其實對整個遊戲的玩法 有很大的變化 就是這個 起動效果 失去優先權的變化 他沒有很特別說 戴羅大公 我們要改規則 但是這個改變 是影響了現在最新的卡組的砌法 是 漏了一個 其實之前還有一個 在這個之前 就是這個融合戴 改名叫做Extradec 因為融合怪獸已經 即已經不只融合怪獸一件事 因為加入了同步怪獸的問題 就將融合牌組變成了改名叫Extradec 以及將那個牌組的數量減少 限制了 限制了 以前是可以過60張的 以前可以起100隻 現在最後限制了10-60 至前 Extradec就15張以來 對 即是鼻牌那裏就15張 對 鼻牌那裏都15的 還有些名字 名字有少少變化 不過那些研究要說 變化都可以說 例如以前我們出 由四星出一隻六星獸 我們稱為竹梅 生讚召喚 現在就叫什麼 高等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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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不是這樣叫的 其實為什麼會改動那個 因為字數又沒有少到 都是四個字 我想有點像像 Gundam War那些 想把卡的規則 你設定一個名字給它 其實它會關於效果的問題 即是效果容易寫一點 它會將現在的怪獸 如果是星級召喚 它會叫做release 上一體的生物作為製品 其實有些卡的效果 例如精粗 拿了別人對面的手 精神操作 拿了別人的精神 拿了別人的精神 拿了別人的怪獸之後 它寫明是不能作為release的用途 所以它是作出了這邊的卡效果 即是以前就很長 即是以前的 山製召喚和山製這兩個terms 很容易混淆 是的 所以就今次 在第六期的時候 就將這次大執 不是的確 其實卡尤的規則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 你裝粵環的時候 卡的描述boss 就可以這麼大 那你怎樣去運用這些字 其實是非常效功夫的 即是將字體從14那裡畫 有的有的 有的 的確是有的 你看著霓王的卡的進化 即是慢慢變 你會看到效果框 是由以前佔畫面 二十分之一 都不知道有沒有 變到現在 起碼都有五分之一 都很正常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 是很多卡遊戲 始終就是 那圖只不過是吸引玩家的眼球 而實在最重要的 那圖沒有細度 只不過在下面那些位置 以前攻擊力就寫足 右面的 以前攻擊力和防守力是一個框 寫到滑雞 現在只有一個 現在只有一個測試 A T T K 三千 還有B F 其實講了一些遊戲王的規則轉變 那其實有什麼吸引到大家會去玩遊戲王 因為 始終卡遊戲有很多種 其實我不玩A 一定可以玩B 其實 為何你會選擇遊戲王 事先生破壞動畫引起的 動畫 YES 那我就是 算有 我覺得遊戲王這個規則 這個卡牌遊戲的規則 比較有趣 所以我才會開始玩遊戲王 都是動畫 遊戲王對我就是有很多情意 因為遊戲王 算是改變了很多人生 即是改變人生 嘩 即是 遊戲王 沒有遊戲王 我就不會學日文 因為剛才說了一句 道道縮規 我以前就是 為何要整個網站 要講卡遊戲 就是因為 原來個個都不懂卡 那我不如 吃底些 整個網站 寫完效果 給人看 之後再 人生的經歷 不講 之後為何要玩呢 因為這隻遊戲 首先 這隻遊戲 跟其他卡遊戲 比 我覺得這隻遊戲 其他卡 給不到你的感覺 就是 這隻遊戲 是一個 one turn kill的藝術 它擁有one turn kill的藝術 就是男人的浪漫 都是一種 每半年 他改一個制限卡 他就是不想你one turn kill 但全世界的玩家 就不斷在 很想one turn kill 在禁止這裏研究 我就是要點one turn kill對價 這樣就不斷都鑽到洞 基本上次次到 但是近年就難一點了 因為近年禁止 是走得很厲害 以前的one turn kill最厲害 包括我拿冠軍那屆 最厲害的one turn kill 就叫first turn kill 就是猜完包尖打 你就輸了 對 我剛才對價輸了 這個是最厲害的 人家是怎樣 拿著牌 哦 輸了 這樣 都不用做 因為是有效果殺 但現在的odk 就沒有那麼厲害了 現在用攻擊力 砌到八千 出齊五一手 砰砰砰砰砰 然後打死人家 但已經不同以前那麼霸道 其實另外一個我比較喜歡 就是 有one turn kill 有jam turn kill 就是我們很經典的中煙倒數 我只一個磨 夠你二十個回合 我就可以贏了 那這個我覺得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咦 大家都這樣耐玩很多 其實 金磨法都頗為悶 因為有時候 你可以磨到二十秒 我又不能動 你又不斷封住我 我又不能打 對手門而已 但我覺得很開心 你會封的時候 固然開心 很開心 當你用閒D光網 封住對方 對方攻擊不到的時候 你就不斷用削血卡 逐點逐點削 我看著你的生命 一點一點減少 超級的 另外就是 希望你控制到的很多 你可以 有很多大的combo 你很容易做到 其實你這麼滿足感 容易給到你 那些拼招很容易 我覺得又是說 其實很像格鬥遊戲 以卡遊戲來說 是真的最像格鬥遊戲 因為其他卡遊戲 很多都講cost 你什麼值 要man 不是那麼容易 砌一些combo出來 但是 又是說 以前 很多魔法卡的年代 你做事是很容易的 不斷地駁招 可以出十幾二十張卡 在那裡 不斷砌上去 他簡單化了 其中一個流程 就是 它所有 全都是一些方純牌的東西 你只要是 怎樣去把一些方純牌 的combo 去成立 那你就可以組成 你想要的一個 combo組合 但 之後 之後的Magic 可能要留意一個所謂的法力值的問題 所以它會比較高門鑑了一點 反而遊戲王精簡了這一點 我覺得純粹最重要是怎樣可以盡快去堆穩了你 當然玩一TURN CUE那些就是極致的狀態 還有有一件事很棒的就是 其他卡鏡都應該有這個概念 但玩到極致就只有遊戲王 就是這件事叫蓋服卡 即是陷阱 遊戲王呢 我也是全世界 你想聽說遊戲王在某些基督徒國家是要禁止的 即是要禁止它 不讓它玩 我一開始想為什麼原來是卡遊戲 其實是一個道理 這遊戲某種程度上都蠻黑暗遊戲的 即是你蓋上塞在那裏 那些心理的對卡在做什麼 想來想去想不到 想不懂的可以聖服護罩 那我還知道 即是人家想 它是不是聖罩呢 它是不是魔法筒呢 然後你那個位置 如果平時casual play 還好 死就死吧 打過去就不管了 但一上大賽打 即是立即流汗 不知道怎麼辦 他在心理戰這方面做得比較好 他在動畫原本是說黑暗遊戲 其實很合理 現實是真的 我覺得卡的概念的確很新穎 在玩卡遊戲裡面 一開始玩 無論是看漫畫也好 或者是玩卡的時候 對他這個概念都覺得是蠻特別的 始終因為他取消了Manner的概念 可能全部牌都會即時在手上放出來 其實彈性又高 彈性又高 彈性又高 又不可以給到策略的私有 其實這個所謂的概念卡 而且還可以說假裝 其實是魔法卡 這遊戲真的很邪惡 但又可以起對手槍發動的魔法卡 是有的 是有的 之後也有很多演霸了這些會 所以我覺得遊戲玩的規則上 他都有去做一個創新的 不過我覺得創新只限於初期 去到後期就比較 走回一些原本卡遊戲 比較傳統的模式 真的有時複雜了 有時真的會很複雜 例如加了同步的時候 是的 其實同步我看過規則 但我就這樣看完規則 我是不明白的 以往我是看完規則 我就不明白究竟是一個什麼護士 但同步我看完規則之後 沒有人再解釋給我聽 我是不明白他在做什麼 其實他想鼓勵你一個新的方式 特殊召喚 而以前融合就太廢 即是太沒有客人 那現在就給一些 好像好像方便些 左插右插很容易 搭到這樣的砌法 還有以前遊戲王 都是一樣的就是 我披手打死 披手打死 然後出了同一條之後 玩法會比較多樣化 是很帥 出一隻又特殊召喚 或一隻又再組一隻新的 出一隻跑車又再出一隻新的 出一隻又再出一隻新的 好像很帥 就是會比以前的遊戲王玩法 會比較多樣化 多樣化 不過有個壞處 近一兩年 我最近沒有玩 我自己有少少局個人去看 我覺得近年的遊戲王 太過偏重在特殊召喚 做什麼都要靠特殊召喚 以前你還可以說生祭召喚 全都是 他想你做什麼 就是得署之本 得署之本 出一隻大東西 三隻打不就打不死你 你搞定他 搞不定就我贏了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近代或者是遊戲王的趨向方面 其實是否主要就是 當每一代出了新卡之後 其實舊代的卡都會很容易被取代 無論在比賽或是休閒玩家方面 取代了整個卡組的內容都已經不同了 即是會不會新設出之後 就變成廢咪卡 遊戲王決定那些卡 會不會被淘汰 重點不是在賽馬出身卡 而是在制限表 例如有一張膽很厲害的卡 他本來是落三的 他突然說太厲害了 不讓你用 例如綠武之門 綠武之門 太厲害了 不讓他變回一支 也有些超級快被禁掉的 黑暗虎衝軍炸機 一年就被人禁掉 這張太變態了 其實他出的限制卡和禁卡表 每一代都已經一定會被人禁掉 基本上每一代新卡出來之後 到下一代出新卡之後 前一代的卡都已經有限制了 或者是 其實他的限制卡會因為他的比賽 即是 那個環境 對 其實我覺得 那些遊戲開發者 他們知道卡是屈機的 他們知道的 他們刻刻刻給你出的 他們搶了一個多兩個月 搶錢才買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的原則 我相信是 然後給你一個多兩個月就禁掉了 暴跌更多一次 沒有卡表面 不過我想問 你那些禁卡 一旦被人變成禁卡的時候 是否馬上的價格暴跌 對 還有暴跌 暴跌也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所謂的復刻問題 即是KONAMI看中這件事 就是發現 如果有些勁卡復刻的話 好像挺能賣的 於是就出現了這個黃金包 這件事 他的宗旨是 所謂復刻一些 飯用性量高 然後 平時 就是比較難入手 就是所謂貴 那些卡復刻在裡面 變了會有 平時我們很貴的卡 都可以用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可以買到 還有聽說那些卡復刻會跌 由金閃變成閃 他們那些叫明星實鋼 即是做個金邊給你 好像漂亮了 但其實是不值錢了 不得不想問 想問的事情 就是看閃的問題 有很多種閃法 現在現時 在Booster裡面 最高級的 HR 立體閃 立體閃 VD立體閃 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拿一張卡給你看 你就會明白 你會發現 很難解釋 那些是橫色的 然後你在不同的角度看 你會看到 好像粒著它 我記得 然後你看到不同的顏色 即是有立體感 其實我覺得不漂亮 大直線 前期真的不太漂亮 因為好像在第六期 剛剛同步出的時候 明明的卡已經白了 裡面還有白色 完全看不到 我只看到效果 之後 比較早期的 沒有HR 是金閃 閃 銀字 還有白卡 還有3D 還有3D 之後 因為多了DT 即是Duel Terminal 隔底閃 街機的形式 多了同樣形式的閃 但是 免層多了一陣薄膜 那陣薄膜是專門用的 而街機裡面 是否用得到正常 用得到 這個呢 這是一個 很深層次的問題 是的 因為報 所有香港也是 黃飛 玩大賽的痛 如果那隻卡 在香港 正式推出過試驗的話 無論它是什麼版本 它都用不到 即是訪貨 訪貨出過 但是如果 香港沒有出現過這種卡 只有其他地區獨有的話 那香港是不能用的 好像這個DT 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而裡面 近來出的 亦都會翻出一些 叫做銀稅 secret lay 那種產類比較少 差不多是 每五、六合才出到一張 好像之前的 我經常轉 所以都 Betina Edition 2 很難抽中的獅子花 五、六合才出了一張 但是我想問 那些閃是 譬如一張 是不是它有 可以有碎閃 最閃的就是碎閃 不會有白卡版 或者是有 很難說 太多出法 太多出法 可以同一代裡面有閃 有金閃 然後復刻裡面有白卡 如果你說現在最新 最基本的就是 白卡 銀字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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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overtime 極限 弄會少 mango 超級 麻煩 哪一邊叫鐼蛇 我想問一下 這些馬賽 對於卡菜的使用 度是否這是相似 可能 有點他的 這個 необходимо 又講說比賽 你會不會給一張曲面的卡蓋在牆上 讓人看見你的卡是高漢跪度 即是這麼說 不是後座的 不是後座 即是那些卡閃的話 用得久它會彈的 正常的正常的 因為我玩很多卡遊戲 閃卡的話 你如果空氣接觸開始的話 你放一段時間 同一張放進去 它是會曲了的 如果你不用卡套 在比賽的層面上 你有兩個玩法 第一個 明明一張很廢的卡 選一個最高漢跪度 這樣就把別人中招 一反過來 明明一張最厲害的卡 就選擇白卡都選擇白卡 就廢話給別人看見 其實在一個關係上 組太組的技術 我曾經聽過 有人把一副dead 最重要的幾張卡 全部都玩在最Gloria 現在其他比較沒那麼重要的 全部都是白卡 於是對面一副你dead的時候 他會不自然地把最曲的卡在上面 這裏牽涉一點牌疊 這裏牽涉很多是卡組之外的技術 這些系統外技術 陰謀 系統外技能 我充分表現到黑暗遊戲 我希望絕對是為求勝利不擇手段 我覺得 都挺恐怖的 但是剛才提過 一些閃的跟原本的卡 工用不同 其實真的很難遇 工用不同是在你的陰謀上 然後卡效果就無分 卡效果是無分 我怕就是白卡抽一張卡 然後如果最高三張卡就差很遠 因為我起初以為你們說 3D和白卡同一款是不同的 3D可能說 嘩 弄三倍出來 你們的攻擊力死了 最近的例子 我觀察到很搞笑的 就是有隻遊戲 好像PS3 高達對高達 然後說要買初回限定版 才會送這個high new給你 你是否想說這一種 沒有的 不用怕 他只是純粹看看你個人喜好 但那隻遊戲買初回限定 不買初回限定 不買初回限定都可以用得太了 那就可以了 因為我之前看遊戲 都說 嘩 差一點才有 我希望除了正規一個booster的抽法之外 其實他還有一些 就是隨書附送 那些卡 那些是否可以用得的 用到是可以用到的 不是方分不能用得 曾經全部都可以用得 曾經 但是之後定了的規則是不一樣的 我們還要用到 但是不是港版漫畫可以用的 港版可以用香港 港版就可以了 如果港版出過漫畫 如果漫畫裡面有夾了這張卡 那張卡就可以用了 那不就是要買三本 是的 曾經是要買三本 好像某一隻E-Hero 絕對能到 就要買三張 買完本漫畫真的要收藏用全舊的 不是漫畫其實不重要 是為了一張卡 你會發現卡同漫畫的價值是一模一樣 還有這個 現在是買一張卡送漫畫 還有一個定期出 叫什麼大圖鑑 真蟲大圖鑑 裡面放了一張卡 你又要用那些 但是那本很厚 大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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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好像有幾張是觀賞性用過 例如三神 沒有效果的 但是官方有定效果可以用的 他後期是曾經訂了一個效果給他 是用到的 他重新再出 這兩隻就是巨神兵和易神兵 現在那些人很想畫出天空狼 但是現在長期都說不肯出 據說現在那些人在估計的V針 即是針的其中一本 拉出來的一本集資 可能會出 但是現在那些人在估計 很明顯是陰謀 是賺錢的 人氣王扣了很多貨 真的隨時印銀紙要什麼時候都印到的 比賽方面 通常是一般來說 卡遊戲裡面的比賽 通常贏了的話都會有一些RAR的卡 去送 那些RAR卡是在比賽紀念 還是可以在賽場裡面再用的 這個呢 就以我所知 就遊戲王 只有世界賽冠軍 或者之後那些 即是那些 nuestro Top surnom 或不同一章 不就忘記了 總看不知是什麼 因爲意思是 是一樣的 才會有那些卡 那些卡呢 全部都用同一類的 他們用了 一張叫聖力籠的效果 來做藍本那樣的 不知道完成效果 大家懂的就自然懂的 那些卡比賽平時不能用 他加了一句,此卡不能在比賽中使用 其實比賽他不... 即是幾年性,就像一個招呼一樣 但基本上你都不會用它,因為召喚條件太可行 其實他未必會送這些特別卡 他可能會送一張本來遊戲王有的卡 但他將它的Rare度更加提升 例如美英版,他會出了幾張 那些卡變成VD,送給你 變成銀稅也有 你要再提外話,再說 曾經很多年前,日本針派過一隊人來香港取賽 曾經派過在元朗戶記賽 元朗派過,又是好似,因為我不在場 聽說有各一千張,一千張中文版黑魔道士 一千張中文版... 藍白龍 我真的見過實物,是有這張東西的 派完就離開 我也相信這張是比賽不用得的 洗錯話題 曾經...那次是最貴的事 那張卡用不用得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紀念的 紀念的 這些是所謂的收蟲家 就會去追捧的東西 還是為何會在元朗派那麼騎? 你會看到王國的 這個真是個謎 王國會引起混亂的? 你要說 有一張卡曾經是... 不知行殺的全世界兩張 那張是藍眼究極龍 其中一張呢 就是我們亞洲第一屆秘王 其實也是香港第一屆秘王 冠軍手上的願望 不是,那個不是 那個是世界賽 由世界賽之前做一個亞洲賽 不過那些是很久的 藍玩究極龍是金閃還是什麼 那張是金閃 不是你平時看到那張黑色字 那張我家也有 去到最後 大家對遊戲王 這個卡點遊戲 有什麼期望呢 或者展望它將來會出什麼類型 因為卡片遊戲始終都 很多時候都會有樽頸位 或者是一些規則 大家都會覺得 希望它作出一些改善 那其實大家都不妨去 講一下究竟 大家有什麼想 期望它改動 或者是它將來會出什麼 我反而是想它出回 之前動畫 未曾出過一些 之前就說有消息 會在DT14那裡 會說會復刻 一些 但是我其實比較想做回 復刻 之前沒有什麼出過 在動畫上也做過 有一些就很想出回 另外它其實現在是 將同步這個系統 其實想按下它 它主要現在是想推廣 超量這個系統 超量這個系統其實都幾有趣 其實都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我覺得 我又覺得 其實就是 以前買 抽過禁卡的人 他們很慘 拿著一張禁卡 然後 發現它被人禁了 沒得用 那怎麼辦呢 我聽過有一個新的賽制 就是 你是要六十匹 但是什麼卡都可以 放一張 也只是可以放一張 包括禁卡 也包括沒有被禁的卡 那我覺得 如果真的把這個賽制發大交 那應該 真的會 對那個玩者 都會有好處 我就想 其實 遊戲王 那個比賽模式 其實我覺得 都比較千篇一律 就是有可能 你可以加一些 其他新的賽制 例如 走某個族的 那樣 又或者走 要 只有沒有法家那些 所以 所以 沒有法家怎麼打 有啦 沒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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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其實你這些玩法 因為遊戲王 真的很多元性 出了這麼多張卡 你 有很多玩法 其實都未開發到 我覺得 它有這樣的潛力在 我覺得 剛才其實也說過 近一兩年 遊戲王 太過偏重特殊自換 就是 全部東西沒有特殊自換 你好像什麼都不用起機 以前 以前 其實我覺得是 變化多些 我覺得節奏 我都健康 現在節奏其實不是健康 其實 其實 大人如果說太過添化 其實你說 可能要平衡這個趨勢 即出卡的方面 平衡這個趨勢 令到 各方面的卡 因為 其實 魏王 它出了很多系統 有些系統 例如 不說 那些太過技術性 但那些東西 好像 慢慢來 要起彈 慢慢去 即是 後手一點 所以要佈局 所以要佈局 要佈局 但現在的環境 潮流 就迫你 每一回合 要很快做一些東西 然後把整個桌子 把整個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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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轉回去 健康 即是不要太單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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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 有其他東西可以玩 好像是 死固固 即是 不好意思 其實 他們只是把不同的種族 那些卡 改一個名字 但做些東西很像 其實做些東西 那就變得很單一 而且也會有壓水的驗證 壓過你真心 對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 會講另一隻卡 至於講什麼 大家留意下一集 敬請期待 好 那就是這樣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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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